同学们好,在这一堂课中我们将会学习俯卧踢水前进 俯卧踢水前进 在还没有下水之前,同学们必须确认水的深度 然后做足够的热身运动,以避免意外的发生哦 当同学们确认了水的深度和做够了热身运动后 他们就可以先进行一些适应动作 他们可以手握着扶板,然后脚蹬持臂往前滑行 在学习的过程中,他们可以保持着平衡 你们也可以回想二年级曾经学过的踢水技能 然后再配合上个星期所学过的臂器的知识 然后再利用扶板进行扶握踢水,便前进一段距离 同学们,当你们在踢水时,两腿尽量要伸直 但是不要太过于紧绷而导致酸腿僵硬 膝盖自然的微躯,然后大腿发力带动小腿踢 膝盖和脚踝要放松 脚背则要向下用力的打水 然后向上放松,恢复原状 道学们,你们一定要记得 当你们在进行扶握踢水前进时 不要太在意前进的速度 相反的,你们应该要掌握好正确的知识 因为正确的知识比前进的速度更重要 感谢观看